1024,250元有货 有机会上升250元? 应该都有机会的 其实这一段时间 就算他上不回 我觉得你也不会走 因为他坐下来也不会走 我觉得去到一百八十多元 其实再赔下去 未必可以赔到很深了 因为你一来 相对的,很多东西都是 你其他科技股可以赔上去 二来 他开始用户 人们又重点到营运数据 因为他破地獄 为什么他破地獄下来呢? 因为他有个季节 人们解读得不行 乱花钱 你花钱的回报 不太行 但是这几天 人们又重点到用户 他有机会 随着气氛也好 还有焦点转变 看看他有没有机会 成为一个价残反弹股 上网250元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第一个是225元 如果是225元 穿了 才有机会 他会再上网 这个也差点了 好 今天突破一下 价残和美团的突破 是确信到 总是会有分别的 你永远没有所有股价是一样的 这个是打野 如果要下跌的话 也是先下跌 原来大市价可以破 你要去取决 因为你已经持续了 你持续了 你不会猜的 除非他再破底 但一百八十几元 再放下去 我觉得 很大跌的空间 也未必 除非市场 其实又 在位置的顶部 又再放下去 才有机会 又再尋看 因为这类型的股 如果还没捉到底 走回 uptrend的时候 其实有机会 沽压 仍未消退 你何时有机会 如果走完沽压 沽压 沽压 通常你这些商商市 等待后半年 后半年 没市没降 接着又大市 都放下去 都放不下 他又再不放的话 那就是建筑底 反而那时候 你应该要买进去 慢慢买回上去 我觉得 你从二月那些位置 走了几个月 其实你如果 这些时间 其实有一定的接触性 我觉得 再不然 我觉得就算走多一两个月 一季 其实应该 你要到底 其实都应该到的 去到这些水平 就算穿了下去 又说你真的很害怕 你才考虑 看下你会沽部分出来 沽了 我觉得 未必需要 和你订阅触法 买入 如果你真的想 害怕 又错失了 好了 最后 追三步 其实我还是持有着快手 要继续 冰箱 去 你 会